像世界很多大城市一样 在吉隆坡也经常出现堵车的情况 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其实很大 而在这儿的每个朋友几乎都会开车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马来西亚有很多的车 但是在中多的车辆当中 以实用为主的队伍 也有一些非常特别的 就像这一个马来西亚自己产的 这种复古车 Bofori 那就是相当有名的一个 这种时尚或者收藏爱好者的一个对象 也有很多人真的是千里迢迢 到马来西亚要订这款车子 但是因为它每个月呢 其实只生产三十步的关系 所以呢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三年以后了 虽然要等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心甘情愿的 Bofori跑车对马来西亚人来说 是非一般人所负担得起的豪华品牌 每架这个品牌的跑车 都是根据购买它的顾客要求 特别以人手制造 厂商甚至无需聘用任何的销售人员 只靠顾客的口碑去推销这个品牌 然而如此豪华的跑车 却是源自八十年代 将制作跑车当成嗜好的澳洲兄弟 由于是全人手制造 厂商每年只能生产三百二十辆跑车 有能力购买这类跑车的消费群 囊括了不同的年龄 性别和职业 他们之中唯一的共同点是追求品质 懂得享受以及欣赏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跑车的外形虽然是模仿三十年代的汽车外貌 但是汽车内的配备却是当今最先进齐全的 下车的轮壓器 您没法规及被保重器 您不能拨驳瘦在买车 您的必要擬驳的 碑上车在车软上的车软 是转身来做到这家车的软显 这车是可行的车软 安全 甚至上高速的软度 长的路线 你还有其他任势的车软 إنarbeitCs are able to be adjusted in 14 positions You can just about mold the seat into shape of your body You've got Bluetooth Telephone Com unication So you don't have to have a telephone in your hand You don't have a wire going to your ear There's on voice activated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s That means when you want to go somewhere you tell the computer in the car where you want to go The computer in the car will direct you on how to get the location 这个品牌的跑车有五个不同的型号 而厂商目前生产中的型号为宝石Lagoya款式 这个型号里面的高科技配备 全部是考虑到驾驶者的方便和安全而做出的设计 跑车底盘是采用不锈钢制成的三重轴线车架 车身的内衬更铺上了一种可以承受250公斤重量的纤维 这用来制造车身的物料 更是一种世上最强的人造物料 以还氧机增强的碳纤维 力度大的可以让一个成人站在上面 而不会像普通的钢铁车身一般的熬入 来到马来西亚 我们的主持人李辉当然不会错过机会 要一场驾驶这个豪华跑车的滋味 更难得的是可以让它自由地 在没有时速限制的雪邦国际赛车场跑道上飞驰 尽情地感受跑车的性能 它里面的那些所有的设施呢 都是那种古典华丽的那样子的样式的 然后外观又非常的漂亮 而赛道呢 又可以让你那种有那种发动机 完全跑起来的那种自由度 所以呢 真的是一个车子可以全部发挥它的能力的时候呢 就让一个人可以充分展示自己才华那样 感觉很幸福 在车发之前 我的同事们都要来马来西亚寻找时尚 其实是感觉有点茫然的 因为在人们的心目当中 马来西亚是一个有优美自然景观 甚至是优秀跟传统的这个宗教文化的国度 没想到铺出机场的时候啊 我们就被它成熟的都市气息 以及让人呢 对新鲜事物的那种理解跟接受能力所震撼了 我想看过这舞的节目 你也会用一个全新的角度 去感受和体会马来西亚的朝起及活力了 好了 今天节目到这告一段了 下个星期见 看过了这舞节目 相当惊人的 看这舞集的节目当中啊 我想 火力跟朝起的 坐在漂亮的车里面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我走了 来 我要把它关掉了 快进去了 嗯 嗯